新冠肺炎的疫情 现在在国内控制得非常好 全国很多地方新发病例已经清零了 3月22号 全国新发确诊病例46例 其中45例是输入性的病例 也就是这45个病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在国外染病 然后带回来的 但在广州出现了一例 新冠肺炎的疫情 输入性的病例相关联的病例 什么叫输入性病例关联的病例呢 就是这个病例它本身没出入 没出过国 它是被这些输入回来的病例感染的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阶段 控制疫情的重点 为什么现在机场海关各个口岸 对新入境的人控制得非常严 各个都要测体温做核穿检查 甚至要隔离 就是怕有一些病人甚至是一些隐性携带者 他进来以后跟他传染 接触的这些人呢受到了感染 再次造成了聚集性的传播 所以这种关联性的病例的控制非常重要 广州这个病例 输入性的一个病例 从国外回来以后 因为他不是高发区回来的 所以在家里面进行隔离 居家隔离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过到他的附近家门口出行的历史 所以这个关联病例在他 出来的时候接触了他 所以被感染到 那么关联病例 如果不能及时发现 又会造成 国内的聚集性的感染和传播 所以下一阶段我们的防控 第一个 堵住输入 就是他进来的人 我们一定要全部堵住 我看到3月22号在北京、广州、上海这些大的城市口岸 已经宣布所有国家的回来的都要进行隔离了 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然后呢 一定要防控输入病例 又造成国内关联的病例 然后再造成聚集性的传播 这都是我们防控的重点 结束 在这些地方 过分 言 了